欢迎回到TNews联播网 乌尔战火持续延烧 这导致油价也不断的上涨 14号的凌晨开始 汽材油是各调整了0.3元 目前95000汽油 每公升来到了33.1元 而这似乎也是让 电动车的业舍萌生了商机 在台中新屯 有一家电动机车业者 他的询问人数竟然是增加了大约有一倍之多 受到美国和英国禁止进口 俄国原油等因素影响 台湾中油宣布油价再次调涨 95000汽油每公升来到33.1元 创下近7年来新高 这也让继承车业者大喊吃不消 现在加一次加到满的话 差不多要1000亿左右 所以油价对我们还是很有影响 以前涨价之前加满大概是多少 加满大概是差不多 快到1000左右 14号凌晨开始 汽柴油各调涨0.3元 零售价格925000汽油 每公升31.6元 955000汽油每公升33.1元 985000汽油每公升35.1元 超级柴油则是每公升29.4元 而随着油价持续飙涨 也让不少车主开始思考 是否要换成电动车 就有电动机车业者近期询问的人数 多了一倍以上 电动车可能等它发展再成熟一点 会考虑它 最近油价周周都上涨 我们民众来看电动机车的人数 也是有上升的趋向 多多少呢 应该有多一倍以上 大概会在 每周大概可以卖出10辆以上 无二战火持续延烧连带千栋国际原油 油价履履创下新高 民众含苦夹缝中省钱 也连带让电动车业者萌生商机